2021年6月24号 香港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 资金被冻结 连带影响台湾苹果日报营运 相隔一年 台湾苹果传出以新台币15亿元 卖给新东家 苹果新闻网声明证实 几经风雨 台湾苹果终于完成交接 外传由17Live共同创办人潘杰贤 和香港商人黄浩共同出资收购 据了解潘杰贤是新加坡人 曾收购台湾Podcast平台商案 又陆续买下交友软体和加密货币钱包 香港商人黄浩出身餐饮界 2017年就曾计划收购 一传媒一周刊的香港和台湾业务 但没有成功 双方纠纷演变成诉讼 黄浩是香港人 这个案子有港区国安法的因素 那你黄浩会不会向香港警务处低头 交出本来按照新闻伦理必须保守的秘密 这是令人担心的 这个不用讲是不是中资 黄浩香港人这个身份不变 我认为它就不适合经营台湾的苹果日报 民团也担忧 目前交易架构尚不明确 如果出售的是港品股份 很可能涉及到香港国安法 如果是出售台湾分公司的资产 虽然不涉及港版国安法 但个资采访记录跟录像等 是否可在未经同一下被贩卖给其他公司 如果买卖标币是新闻日报的香港总公司的股份 港府有可能主张这个出售行为 是必须经由清盘人 而且可以经由清盘人来去处理 那这样的话香港政府会有角色 苹果新闻网是港支在台分公司 其经营权质变更 必须符合我国法规 那我们相关主管机关 也会依规定 依其全责做这个严格的审查 据媒体报道 公司将在两个月后改名 但苹果新闻网照拍不变 现在员工仍在原地上班 工会表示将争取全体会员 以相同劳动条件留任 另外此交易案若要生效 程序上需经由香港政府 以及台湾投审会同意 新唐人亚太电视 王冠林郑永如台湾台北报道